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完 我们画的是什么呢 我们画的是这十家公司 十家上市上柜公司 本期综合损益总额 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大数据 怕就是怕拿到的是很小的数据 请问一下 这一个大数据 光是损益表 本期损益比较的会计科目 可能就有三十多个 对不对 资产负债表可能也有二三十个 现金流量表可能有二三十个 还有股东权益变动表 第四大报表 因为全部都会在我们的课程中 陆陆续续的整个就直接带进来 但你想你的会计科目是不是一堆 在这么多会计科目 我们到底要比什么 来停断这十家公司 从经营管理层面 从投资的角度 或者是各位 及时积合到底谁出现什么问题 这不都是我们要 透过这个学期的课程 跟各位来去分享的内容吗 那你就要想这么多会计科目 我到底要分析谁 对不对 而且请问一下 台积电的投资策略 会跟大力光 会跟红海 或者是会跟金融股 航海股的一个投资策略 会一样吗 不一样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也不是要去教你 我该投资谁 可是至少 我们要有一个比较的依据 好 那我是不是出了一个作业 那个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总额 那你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必须要先把 所有的资产负债表 先取得进来 然后你这边是不是就会有 你这边是不是就会有资产负债表 然后有了资产负债表 然后你再去把这张图 想办法产生出来 这张图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用的是折线图 然后x轴是日期 Y轴是什么 是叫做负债总额 那接下来你应该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一个叫做现金流量表 你要先取得进来 在右边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一样你就新增新增 然后去画出这张图 然后这是现金 这叫做期末现金及约当现金总额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画出这三张图 那这边应该有三张 三张资料表 因为我不管你们做三个档案 或者是你做一个档案都可以 可是 可是现在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定要先知道我要设定好我的后台 可是你一定要记住 你的后台 你的资料放置的位置 一直会变来变去 因为会随着你 你用哪一台机器 而产生你开后台的时候 他就会说找不到路径 这种问题 所以你在建立好 这个AI-RABI三大报表 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的第一个重点 你就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的资料来源到底在哪里 我不可能针对这个视觉化报表 像我上次出的作业 我们是不是 请你画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跟现金流量表 然后有同学是不是就画了三个档案 做了三个档案 请问你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档案 还是做三个档案 一个吧 你不是有一个资料 资料夹 例如说你有损益表资料夹 你有现金流量表资料夹 你有资产负债表资料夹 对不对 我个人称之为它叫做data 可以吗 以免你搞不懂 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请你们先整理好 你要有一个叫做data 资料夹 然后这个data资料夹里面 像例如说你有一个叫损益表 资料夹 损益表 那里面就是你所有的那些资料 然后你是不是还有一个现金流量表 资料夹里面就是放所有的这些线的资料 有听懂 当然第三个就是资产负债表 就是前面有一个资 然后后面有这些记 全部都放在一起 全部都按照我这种方式来放 就是先有data data完毕之后有三个资料夹 因为到时候我要放第四个资料夹 叫做股东权益变动表 股东权益变动表 然后每个资料夹底下就是那些资料 把它整理好 整理到你自己知道的一个位置 请问一下我们这个data底下是不是有一个损益表资料夹 损益表资料夹的这个损第一个档案跟最后跟每一个档案 你快速点两下你打开你看一下 它的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是不是就是固定的会计科目跟10家名称 对不对 第一个是会计科目 后面就是10家上市公司的名称 请问这个现金流量表 随便你打开任何一个 它的第一个栏位名称 这也是会计科目 接下来接10家公司 10家上市公司的名称 而且这10家上市公司的名称 会不会换来换去 不会 听得懂吗 当然还包含这个叫做资产负债表 第一个档案 一样 A1是会计科目 后面全部都是这10家公司 好了 那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要善用 每一个档案 它是不是标题列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一口气 把这个所有的准益表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一口气全部把它叫进来 可以 上次我们是不是一口气叫进来 所有的损益表 这是上一次的教学 对吧 对 上一次 2月26号 我们的教学 有没有把 整个损益表资料夹的资料 一口气把它全部都叫进来 这么多年 有102年 一直到112年 这么多年 各季的资料 是不是都叫进来 对不对 现在 我如果要想办法把 这个 这个 data 底下的所有资料夹的所有资料表的资料都叫进来 现在我就要做这件事了 而且这样子它会整个合并成一个档案 这就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而且到时候 我们日后还要再加股权变动 那张大表 我不晓得 各位知不知道 其实现在 现在因为它是股 因为它是上市上柜公司 所以它有业主权益 这边又多了一个叫做股东变动 的这张大表 接下来就回到这个地方 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这个转换资料 然后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是会出现这个 这个弹力已经产生了错误 没关系 我们这样做 就是 请点选 这边有一个 常用底下资料来源设定 然后接下来请选择这一个 路径 然后变更来源 请选 这个浏览要找到我刚刚放置的位置 我是放在本机 的一叠底下 我那个data资料夹 我放在的是教学影片 2024年的 治理商业智慧底下的这一个 3月4号底下的data 我只要选到这边好了 请注意 上次我们是不是教你选到损益表 对不对 请你选到这边 就一口气把底下的所有资料夹 所有资料表 全部一口气全部都要抓进来 合并在一起 然后确定 确定 关闭 首先你有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转换资料 他在这个地方还是出现什么 限2013 3月31 各位 你应该有印象 我们上次做这个资料清理 我们没有 资产负债表 没有现金流量表 对不对 同学 你在回家自己做这个档案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步骤 你应该只有把损 取代掉 找一下 只有把损变成拿掉 对吧 对 真的你这边 我我 真的我只能请你一定要想通 你看嘛 上次我们拿那个损益表里面 每一个党名是不是前面都有一个损这个字 所以我们是不是做损这个字把它拿掉 因为我要创造日期 那请问你 这个 资 2013 2013 Q1 我是不是要把那个资这个字拿掉 所以怎么拿掉呢 一定要先找到这个损拿掉的地方 因为这里面他已经有包含 包含这个来源 已经包含了有损 也有 也有现金流量表 也有资产负债表 可以吗 他一口气全部都 喂进去了 所以 一定第一件事要找到 找到这一个损 然后把它变空白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 在这个 地方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然后 滑鼠右键 选会计科目 去做 取代值 然后你就会出现 插入步骤 因为你要插入进去 而且一定要插入到对的地方 因为他的那个步骤有先后顺序的差别 所以在这个地方插入 请把 之 取代为什么都没有 确定 然后再做 取代值 插入 这叫做现 取代为 没有 确定 然后你现在 你 你现在 你再去看 好 好 就先做到这边就好了 就是 就是你会增加了两个 两个 一个是什么 在准 取代为 什么都没有 然后 再来就是这个 之 取代为什么 都没有 这个 线 取代为什么 都没有 我 我刚刚改错位置了 就是 我更正一下 不好意思 我我更正一下 我刚刚这个 以取代值二 我做的是 这一个要取代 要把 我 我这边不是有一个 以取代值二吗 我是 针对 针对这个 受死 复制 取代 所以 你 你要选对地方 就是说 我现在继续去做 也要 把它是 做在这个地方的取代 各位 听得懂吗 我当时我做的是 以取代值二 我针对 我 复制 出来的 这个 受死 点 nam 然后 复制出来 复制出来 之后 他本来 这个 这个动作有看到吗 你重复资料行 就是我把 sales 点 nam 复制 出来 好 复制出来之后 你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我做了一件事 把 把什么 这一个栏 这一个栏里面的笋 拿掉 好 所以 所以 我要复制他 然后 接下来 以取代 值八 不是 会计科目 会计科目里面没有那个 值 我要取代掉的是 这 一栏 里面的 只要拿掉 打勾 然后 这个 以取代值 九 一样 要把这个 收拾点 面的复制 拿掉 拿掉这个线 打勾 可以 可以听得懂吗 这个不是 改成日期 不是 那是后面 后面 我 我一刚开始 我怎么做日期 我是不是先拿 因为只有这个 长得最像日期嘛 我是不是前面 改日期是这个后面 对 后面我确实是在做改日期 我现在讲的是 我 我当时 我是不是先复制 就是把这个 收拾点 Name 在这个地方 我去复制 资料行 它就产生它 那 产生完毕之后 这里面 它有 损 对吧 然后 还有 还有 支 还有 线 线 在这边 那我现在 我重点 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错 就是说 他 看不懂那个支 2013什么什么 那个日期 听得懂我意思吗 因为那个前面那个支 我没有换掉 没有把它拿掉 知道吗 其实我就只是在做这件事情而已 然后 你看 现在 现在 这样子 我拿掉了笋 拿掉了 这个 支 拿掉了 线 好 所以你去看 现在 现在的所有的 这个 全部都没有 那个前面那个字 然后我才能够去做 把它换成日期 Q1换成 3月31号 记得吗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因为有些人的电脑 因为有些人电脑会跑比较慢 所以建议 建议 移到最下面 移到最下面 然后请做重新整理预览 但是如果你在15分钟没动电脑 他也会自动帮你重新整理 这是他预设的 15分钟内他会做一次 重新整理 这是自动 因为你现在可能有些人 这边有两张 三张 我要请你把它给删掉 我 因为我到时候 你知道我们要汇入是很多 其他的资料 不是这个四大报表 可以吗 那些用不到了 没有必要装一大堆重复的资料进去 因为这里面已经包含了资产负债表 好 所以我现在要请你 重新把它改名字 这个 这个已经叫做什么 三大报表了 对不对 对 这里面已经包含了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选一表跟现金流量表 好 所以 来 我们一起做好不好 因为这个动作蛮简单 滑鼠右键点他 重新命名 叫三大报表 可以吗 Enter 可以吗 因为 因为本来是叫 资产负债表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把资料量 合并变成 资产负债表 损一表跟现金流量表 所以你应该要把它叫做 三大报表 可以吗 那 请问 如果 如果 你不要改错名字哦 你不要改错名字 三大报表 这个都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我们 商学院一定都知道的事情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下面 其他的不是三大报表 请把它都删除掉 我举一个例子 好 假设你有一个这个 什么 好像你们是叫资产部债表 是不是 好了 来 麻烦请用 滑鼠右键 有一个 有一个删除 可以吗 要直接删掉 删除掉 我只要有 我只要有三大报表 现成 不要再出现了 稍微等我一下 我快做完了 你这样子你不要再兜 那个 关联 好 好 所以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三大报表 你可以打开来 打开来 里面有多少个会计科目啊 很多啦 好了 我我现在 我现在我现在各位 你们应该只有一张表 画面就我用一下 所以请把这一张表 这一张视觉画 叫做 因为当时画的是什么 本期笋 综合 笋意嘛 所以 我们直接把名称打上去 本期 综合 笋 益 总额 可以吗 因为我现在要快速的教你去做 第二章第三章 听得懂我的意思哦 好 来 请你们 快速点两下这张资料表 来 赶快做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本期综合 损益总额 接下来是不是要做第二章 你要记住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做 所以 画面就用一下咯 滑鼠右借 复制 然后 叫做负债总额 对不对 负债 负债 那相对的请问一下 这个 这个 Y轴 是不是我要换掉了 负债总额 实在 600多个蓝 所以我们 直接用打字的 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就是你把那个Y轴换掉换成负债总额 会做吧 我要讲的是这张报表出现问题了 然后要再讲回去资料清理 做第三章 我们作业嘛 滑鼠右键 负债 复制 所以把它改成 其末 现金 与 约当 现金 总额 所以你的 这一个 这一个 视觉化图表的Y轴 是不是要换掉 换成 现金 期末 期末现金 即约当现金 它叫鱼儿 请勾它 对不起 鱼儿 可以吗 这样是不是作业就 做完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 你刚刚那个后台的 AI ready数据准备 这个资料清理 太困难了 这个 这个 会做的人 真的三到五分钟 就做完了 各位 请问一下 如果一家公司 它的 负债总额 持平 正常还是不正常 不正常吧 对不对 我们有负债 我们公司要正常的经营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负债总额 一直要降低才对 对吧 经营 什么叫经营 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代表这边数字一定有问题 所以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首先 我怎么知道它有问题 这不是一家出现的情形 这是十家东市 十平 那就代表不对 那就代表是我们资料 出现问题 所以 请问一下 你现在看到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你看嘛 所以这已经不是 只有我选择的这十家 我更可以说 这是资料来源的问题 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用的会计科目 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我们要怎么去找到这个问题 请问 请问 这就是现在你一定要想通的 不然你到时候 你没有这一段的负债 怎么做分析 可以吗 画面就用一下 你们现在不理我 可是你们到时候 你会觉得很有限 你要跟着我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对吧 我现在就是要教你 因为教是 我喜欢带领你们一起来思考 我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嘛 这边是不是2014年Q4 开始 他就持平了 对不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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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2015年 有看到吗 这画不出来了 没有2015年 2016年 他就直接下一次 到了2018年Q1 那显然 那显然 我不知道 2015 2016 2017 这边 为什么没有负债总额 对不对 对吧 好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请问 我们这个时候 下一步该做什么事 我们下一步 当然就是 还是要去看我们的什么 公开 资讯 观测站 到底我们拿到是什么资料 好 然后 接下来 三大报表的 负债总额 在哪 这个会计科目 在哪一个 在哪一个 那个 报表里 在资产负债表 好 可是我要看的是 2014年 第四季 跟2015年 第一季 的那个 会计科目 负债总额 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好了 所以我要先把 这个年度切换到 2014 的第四季 开始 比较 这一年是有负债总额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负债总额 有看到吗 资产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总额 没有问题 对不对 2014年的Q4 它是有负债总额的 好 那接下来 是不是2015年的第一季 它叫什么 2015年的第一季 的负债总额 为什么不见了 为什么不见了 对吧 所以我们拉下来到这个地方 他改名字了 叫什么 负债总计 负债总计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无权去撼动 公开资讯观测站 他资料 为什么会计科目要从负债总额 改成负债总计 然后后来到2018年 又改回来叫负债总额 对不对 但是对资料分析人员 会不会画出不正确的视觉化报表 有可能吗 好 那我们很简单 就只要把会计科目的负债总计 改取代 取代变成什么 负债总额 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个资料清理重不重要 重要吗 你听得懂吗 我请你们 自己去看一下公开观测站 他是不是是这个样子 因为如果当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我选择的这10家 而是大家都出现 是一样的情景的时候 你要从资料源头 来去想办法做资料清理 好 我要先还你 等一下我再教你怎么做 又是在做资料清理 可以吗 我们才有可能看到 不太正确的结果 我们负债总额 我们看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这家公司从2015年开始 到2017年底 它的负债总额是不太正确的 然后发现会计科目变动 会计科目 你要把它拿掉 你现在你要去思考的是 我要拿掉这个负债总计 这件事吧 因为它不需要啊 理解吗 所以未来 未来我如果说取得第11家公司 第12家公司的时候 我一样我不需要这个会计总计 这个会计科目 而且我都要让它产生 会计 那个负债总计 被谁取代 被负债总额取代 好了 那画面就用一下 那请问一下 我们要进后台修改资料来源 所以点选常用 取的转换资料 接下来请问 我要在哪里去把会计科目的负债总计 改成负债总额 我要在哪一个步骤做 这攸关我们 就是知道资料内存的大小 请问一下 如果我现在在最后面这个动作来去做 在这个枢纽处理过的资料行 它其实这边会产生 我只有383个资料行 好 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现在我在它后面去做 这样子的话 我还是383个资料行 可是如果我在这个枢纽之前做 做这件事 就是直接把这个会计科目 这边 直接把这个会计科目的负债总计取代 变成负债总额 你知道这样子的话 等一下我枢纽它就会变成382个资料行 请问你希望是资料行 我现在因为它用了别名 这个叫做奇异 奇异我不晓得你们理不理解这个名词 就是明明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大家都知道 负债总计也都知道 可是你不能 2013年你用负债总额 2015年你用负债总计 这就叫奇异 奇分奇 而且我我要告诉各位 这种事情在分析资料 大数据分析里面 一直都产生 我只能请你们一定要知道 这边这个会计科目 我必须要在 在它还没转之前 我就要做完 也就是在这个 枢纽处理过的资料行的上面 因为现在才五个资料行 然后其中是不是有一个会计科目 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必须要在 书扭上一个步骤 来去 就是点到它 然后在这个地方 麻烦请把 就是取代 插入 负债 总计 改成 负债 总额 确定 你必须要在 这个 枢纽 之前 做这件事 那 这个时候 我们的 枢纽处理过的资料行 就会从 383变成382 可以吗 我没必要多放一个 2013 2014都没有的 这个 负债总计 然后 2018到 2023年 也都没有的 负债总计 这一行 而且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的报表 等一下 等它重新整理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就 恢复正常了 我先 先把它 储存起来 好 好 第三章 其实很多同学可能看到是长这个样子 因为其中有一个台积电 至少台积电 至少我跟你的台积电是一样的 台积电是这一个 那麻烦这边请你仔细看 它最上面有1 2 3 4 5 6 7 有7个Item 7个Icon 也就是这个功能 这张视觉化图表的操作 其中你知道一件事情就好了 这第四个 叫做向下一个阶层等级展开全部 这个叫做 我觉得叫做连续向下探索 向下探索就是 我从棉这个角度向下 就变成G 来去探索资料 的意思 所以我喜欢把它叫做连续向下探索 那为什么我讲这叫连续 因为 因为它的 其跟其之间 它是接在一起的 好 请点它 好了 我现在要请你们慢慢的要开始学会看 这张报表 这张报表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而且 而且能够去说出来10个 10个就这张报表的资料 然后请你挑出最重要的资料 告诉老板 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张资料有没有看到很多资讯 我刻意不要请你们去讲那个数字 讲数字是没有意义的 我要请你们讲的是长期趋势 预测未来 及时集合 这才是我们要报告的重点 到底什么叫长期趋势 我们今天上课重点 因为接下来有太多报表要请你们去做了 请问一下 在这张报表里面 我们从长期趋势的角度 我们做出来的报表应该是要展现那个专业 那请问一下 这个大数据分析就是在讲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长期趋势 第二个预测未来 第三个当然就是及时集合 我们就看台积电 这一家好了 从台积电这边 我们其实我现在我告诉你 我看到什么 可是未来我会希望说 你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思考 请问一下 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看到 他在2013-2014年的表现 等于说是这叫震荡 对不对 可是到了2015年的第二季 完毕之后 也就是第三季 第二季开始 直接有跳跃式的成长 而且请问你 他成长 他成长这边是0.2 当一年他就直接成长 两倍这边是0.6个10亿 听不懂吗 有看到吗 这个重不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你对长期趋势的临界 好那再接下来 接下来持续震荡 这个都叫震荡 那你对震荡的定义 请问台积电的震荡 跟大力光的震荡 大力光 大力光在 红海好了 南亚 跟台积电 好请问一下 他的震荡 其实是很小的 对不对 你知道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10亿 10亿 而且请你们再知道一下 公开资讯观测站的计算的单位是千 10亿 百亿 千亿 千亿 万亿 哇天哪 反正是一个很大数字就对的 可是你要知道 台积电它的震荡 跟台积电的震荡 哇那个定义是有差很大的 可以了解吗 请问你觉得 你震荡就是机会 如果 你可以在 这个 如果收入跟那个股价 它成正相关 可以听得懂我意思吗 当收入跌到低点的时候 可能假设 假设 它的股价也是维持低点 这样理解吗 那你如果说用这种方式来去投资 我觉得会 会至少是信任 信任专业 而不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别人买台积电我就买台积电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所以它持续维持震荡 这一年有看到吗 这一年太重要了 2020年的第二季 有看到吗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你去买台积电的股票 它就大涨了吗 这样理解吗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叫趋势 而且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讲到几个专有名称 这边的震荡 这边的震荡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这个上升 重要吧 这个也是上升 好了 那 这个是其末现金 你要去理解说 这个现金及约当现金余额 这家公司为什么要放这么多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它为什么不把这些现金拿过来去投资 什么什么 那就要再研究了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来看这个本期 可是本期存疑有一个问题 它是累积性的 就是Q2等于1到6月累积出来的数值 好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这样子的一个长期趋势 各位理解了 我想要再继续讲的是 我想要再继续讲的是 线稍微设出一点 所以怎么设出一点 这个线设出一点 所以请点这个叫做视觉效果的第二个 叫做格式 格式 设定视觉效果的格式 请点它 接下来请把行 行 请把行 下面一个行 的这个比处宽度射到5 线就变稍微粗一点了 再来 再来下面一个叫 叫标记 标记 标记 请打开 针对单一公司的预测 因为通常你在做 你不太可能去做 例如说0050 加的战情室 事实上 我的课程 就是要最后 请你们画出0050 这么多家公司的战情室 我们现在 只能先交一家公司 你就要针对预测未来 你只能一家一家公司来去看 我现在我就要先做台积点 有不要移到 移到右边 右边 我们 我们要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操作是如下 第一空白地方点一下 你先把这一张资料稍微缩小一点 请先将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交叉分析筛选器 是这一个 我针对公司别来画 所以我这个栏位 我要放的就是公司 记得吗 就是那个 公司 这就是300多个栏不好选的 所以我这边我就 就只好 只好用搜寻的方式 可以吗 这样子我就做好了 我只要台积电 那我记得不要选到台大电 请勾台积电 可以吗 因为单一公司才能做预测未来 战情市主要目的就是说 我要 我可以在上面透过 透过一些简单的操作 所以去做 去做什么 按下那个按钮 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不够好 我建议应该要把它变成像按钮的形式 就一个一个一个 这样是不是更有感觉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又是格式了 我先带你们做好了 因为这个格式在这里 我要把它变成按钮化在这里 在视觉效果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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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叫做钻 可以吗 就是它叫交叉分析筛选器 第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选项 从原本是这个垂直清单 垂直清单 这个下拉式清单 它会多 这上面有可以打字搜寻 因为你要知道0050或0056 现在还要发展什么00 什么9 940 939 太多指数了 我跟你讲 这个全选不要开 但是这个按Ctrl进行多重选 请关掉 就这三个都关掉 它的预测未来要怎么做 今天讲不到函数 好可惜 来画面借我用一下 首先 首先 这一个图 我现在虽然选择台积电 好 它这边只会秀出一个 可是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 请把图力关掉 因为如果你不把图力拿掉的话 它会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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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边 不能做预测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请把图 图力关掉 反正它现在 它的这个 这一张图的意思 就是指说 它 可以进行筛选 筛选出来 只有这一家公司 那如果你又点了别家公司 你看两个黑色 它代表这是两家公司 合并在一起 那就不对的分析了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只能做一家 所以然后 接下来 请记得先把 栏位里面的这个图力 这一张图 里面本来是有 图力是有内容的 请把它关掉 第二 第二 分析 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叫预测 趋势预测 我教的是滚动式预测 所以 我要请你 针对这个趋势预测 我们通常预测 因为它是一季 所以建议 了不起预测四季就好了 再接下来 要略过几个点 我们就略过四个点 然后季节性 各位应该知道 每一年有每一年的一个变化 所以 我季节性 因为我们是拿季报表 累积季报表 所以当然季节性就是四季 好 然后套用 那什么叫做滚动式预测 各位 我现在是不是往前推四季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个数值 你觉得它预测的对不对 蛮对的 各位知道现在区间是什么意思吗 你可以接受的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预测 现在我们做的是预测 这个 它跟 它跟我们原本已知的这个简定 又不太一样 可是 至少 这个点 它是准的 为什么我说它是准的 它是不是从趋势来看 它认为是对的 是往上 好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它的 事实上也是落在这个趋势里面 我接下来 要请你们略过 最后一个 对了 那刚刚 刚刚还有一句话没有讲 但是没有发现 第二期 预测第二期 预测第三期 预测第四期 就没有那么准了 对不对 短期预测 绝对是 正确于 精准于 长期预测 同意吗 同意 这句话太重要了 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要知道 你预测太多期有什么意义 没意义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去看 我略过 最后 三个 就是回到这边 套用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期就不对了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他因为从前面这边 已经知道他应该要上升 请问你觉得 你觉得 在数学上面的统计 你觉得他可以预测出来 那个高点震荡 请问一下到峰值 的预测 你觉得可能预测出来吗 不可能 你到了峰值 如果说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要告诉你 那你就 太厉害了 可是你会发现 他认为 他认为 他认为从前面这边的预期 是预测 他应该叫继续上升 合理吧 这是统计 听不懂吗 所以通常 这个点 我们就刚好可以去做什么事情了 集合 我们要知道说 原来我们一直涨 涨 总会有一天 是什么 达到峰值 那个pick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点 同意吧 那个点要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 买股票 是不是要卖 对不对 是不是要赶快做一个决策 好 再来我们再继续 往下 变成二 有看到吗 他认为 他认为他 这一期还是要涨 可是他还是比 有看到吗 但是已经是在可预期的范围内了 好 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请问一下 你看这边是不是又开始不准了 可是他这边似乎已经在告诉我们 他在那边震荡了 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升 所以他的下一期 所以他的下一期 应该是要开始震荡才对 好 所以 所以我我只是要告诉你我用滚动式预测 我只是觉得在这个地方 他往上 因为他这边已经开始不准了 从滚动式预测已经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就可以再去猜 他在下一期 不会往上升 因为他已经猜不猜不到了 他应该是落在这个地方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会落在下限那个位置 这是我个人针对滚动式预测 我想告诉你们的事情 听得懂 你不能只看 就是他最后做出来的 我认为我现在的这样子一个预测 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 但是我还是认为 这样子的做法 他是一个很大数字的一个改变 是不太容易预测 好 我现在请你们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一 涂利 关掉 二 分析 增趋势预测 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请设四 这边 略过最后四个点 季节性设四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时间过得很快 我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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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告诉你 这件事情 那 接下来 你要去 去做 本期损益 跟 期末 现金与约 当现金余额 的 Q 2023年 Q4的预测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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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你们要教的 是抓图了 是要去抓图 我下一周我再教你 但是 但是我现在我要跟你们讲的 就是说 你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去 学会 这个预测未来 这件事 我们 我们 大致上 今天可能也只能交到这个地方 但是作业 听得懂吗 作业 这个本期 综合准益总额 预测未来 跟什么 期末 现金与约当现金余额 预测未来 可是你做完之后 其实我要的是 你到底看到台积变怎么样 这是我的上课内容 那我只是希望说 你再折一加 例如说 我现在 我有兴趣去看群益 那就把台积变关掉 这就是群益 有没有问题 会写作业了吗 我 我不是要你懂台积变 我要你懂 你列出来的这十加 可以吗 例如说我现在 我随便点中华电信 然后这个 轻易关掉 你看中华电信 预测的还蛮准的 有看到吗 真的都蛮准的 连这一点都很准